平等共用还与梦 机缘成就起凭空 二载心间根业谋 五月收成石果峰 平等机会委员会 在1996年5月 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成立 至今已经运作了25年 在过去四分一个世纪 平机会一直秉持使命 致力推行本港《反歧视条例》 消除基于性别、畏暴母语、怀孕 婚姻状况、残疾、家庭崗位 和种族的歧视 并且消除性骚扰和畏暴母语的骚扰 以及基于残疾和种族的骚扰和重伤 平机会的工作与社会的群体 和个人生活可为息息相关 肩负起改变社会偏见 和经营观念的责任 近年香港社会越趋复杂多变 平机会的工作也极具挑战 但是还有几许风雨 我们依然保持着积极专业的态度 牵手崗位 履行我们的法定责任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时光隧道 一起重温平机会25年来 是怎样为香港开拓这条平等路呢? 1995年 性别歧视条例和残疾歧视条例获得通过 1996年 平等机会委员会正式成立为公众服务 1997年 家庭崗位歧视条例也获得通过 将基于照顾值系家庭成员的照顾责任的歧视行为 列作为法 1998年 平机会给予协助的首两宗性骚扰个案 和残疾歧视和骚扰个案 分别在区域法院聆讯 两宗个案的原告人都获盘胜数 同年 平机会是推出电视剧集 实况剧是取材自真实的个案 加深市民对反歧视条例的认识和了解 1999年 黎晶花园又居民 向九龙湾健康中心的使用者和职员作出歧视 在屡次调停失败之后 平机会就根据残疾歧视条例 为投诉人提供法律协助 最后达成和解 2000年 平机会就教育处声中派位制度提出司法覆核 促使以后 本港学生升读中学的时候 一律采用男女合併的派位模式 2001年 平机会推出残疾歧视条例的教育实务守则 协助教育机构制定防止残疾歧视的政策 2002年 平机会推出无定型新人类青少年私有计划 打破年轻一代的定型观念 扩阔青少年的视野 这个计划持续推行了超过10年 2003年 平机会与香港中文大学 合作进行非典型肺炎 对港人在工作和生活造成的影响的意见调查 2004年 平机会与虎女事务委员会合办 防止性骚扰大学论坛 宣扬两性平等与尊重 同年 平机会在香港协办 国际信息科技峰会 提倡资讯科技 人人共享 2005年 平机会协助患病的老师 向雇主提出残疾歧视的诉讼 并且胜诉 这个个案是可以浅识 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的法律概念 2006年 平等机会只有会成立 为本港雇主和人力资源的从业员 开拓了交流的平台 同年 平机会推出与公务员培训处 合力赞设的 共享多元文化 公务员网上自学教材图 提升了公务员对性别 残疾和种族的认知程度 香港电台的节目 平等机会多元共用行动 在2006年开播 将平等的信息传遍社会 节目持续了近15年 期间 平机会与超过700个机构 建立了联系 2007年 平机会推出首个 防止校园性骚扰 网上培训科程 以提高大专学生 对预防性骚扰的认识 2008年 种族歧视条例草案获得通过 平机会也随积加强 对公众和公私营的机构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推动种族平等 同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 同时也适用于香港 2009年 种族歧视条例全面生效 2010年 平机会公布 公众可进出的 住所无障碍通道及设施的正式调查报告 政府和领展积极回应平机会的建议 承诺提升无障碍设施 2011年 平机会以提早调停 来精简处理了投诉的程序 同年 平机会荣获香港董事学会颁法 结出董事长 这是对平机会管治委员会的优秀管治 和专业精神 与以肯定 此外 残疾歧视条例的 雇佣实务守则修订本 也都在同年获得立法会的通过 协助各界雇主 消除雇佣范畴的歧视和骚扰 2012年 平机会公布 融合教育制度下 残疾学生的平等学习机会研究的结果 并向政府提倡 为融合教育提供足够的资源 培训和支援 及早识别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2013年 平机会向不同的界别 展开一系列有关性骚扰的问卷调查 并且协助学校和企业 制定防止性骚扰的政策 2014年 平机会和欧盟驻香港和澳门办事处 和香港中文大学 亚太研究所性别研究中心 合办了香港历尼第一个 性建共用国际研讨会 2015年 平机会成立小数族裔事务组 除了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之外 亦都向公私营的机构 展开教育培训 以及加强与小数族裔社群的沟通 同年 平机会公布了性骚扰 体育界问卷调查的结果 随后更为体育界举办 体育界制定防止性骚扰政策研讨会 宣传预防性骚扰 2016年 平机会公布了 立法禁止性倾向 性别认同 及相性人身份歧视的研究结果 同年 平机会向政府提交了 歧视条例检讨意见书 提出了73项 有关改革现行四条反歧视条例的建议 希望条例更加与时并进 2017年 平机会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合作推出故事书 《高仔与朋友们》 向儿童推广互相尊重和共荣的信息 同年 平机会亦都推出全新的 《香港无障碍航空简易指引》 2018年 平机会推出 《种族多元共荣雇主日证》 为有意推行 《种族多元共荣工作间文化的雇主》 提供指引和良好常规 同年 平机会与国家人权机构亚太论坛 合办平等共荣亚太区会议 2018回顾雨前瞻 有来自25个国家的人权机构领导人员出席 2019年 平机会公布打破沉默 本港大学生性骚扰调查研究报告的结果 同年 平机会发表了报告 检讨少数族裔学生 学习中文的系统 并且提出建议 平机会的管治 管理架构 和投诉处理程序的检讨报告 也都在同年公布 目的是更加有效地去执行职能 服务市民 2020年 因应新冠病毒的疫情 平机会设立了专属网页 厘清反歧视条例 在疫情的适用情况 并呼吁社会各界諒解 和体恤不同的社群需要 齐心抗疫 同年 2020年 歧视法例 集项修订条例生效 保障了 在共同工作场所工作 但是就没有雇傭关系的人士 免受性骚扰 残疾骚扰 和种族骚扰 条例当中 保障卫暴母语的 女性免受歧视的条文 在2021年6月生效 为了庆祝25周年 平机会 推出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包括儿童填飾和绘画比赛 真相摄影展览 平等机会雇主 加许计划等等 平等机会雇主 加许计划 只在加许 在实施平等机会雇傭政策上 有出色表现的雇主 同年年底 专责处理性骚扰事项的 反性骚扰事务组 也正式成立 向受到性骚扰影响的人士 提供第一站的支援服务 2021年 日法会通过了 2020年 性别歧视修订条例草案 保障慰暴母语的妇女 免受骚扰 在6月19日开始 性别歧视条例 也同时禁止歧视 和骚扰慰暴母语的妇女 25年来的平等路 全内有各位持份者 结伴同行 互免互礼 希望未来的日子 大家都继续支持 与平机会 攜手迈向新里程 粉纯同行 25载 平等共用 见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